新冠病毒不断的变异 如何对抗疫情 高雄医学大学和生技团队 最新研究发现 有一些植物包括山茶 金钱薄荷 还有莲子特定部位的萃取物 开发出来的组合配方 可以有效对抗病毒进入细胞 未来也有望发展成抗病毒药物 另外也建议居家隔离者 平常就可以喝莲子汤养神 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就算打满疫苗 还是有不少人突破性感染 如何对抗疫情 现在有了最新研究 研究团队指出 有些天然植物 包括莲子金钱薄荷和山茶 这些萃取物的组合配方 能有效阻挡病毒进入细胞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单位 都是使用一些天然物 包括一些中药中草药 都有一些成功预防治疗的一些效果 莲子能够养心安神 金钱薄荷情热解毒 山茶富含多分和丹宁 能够对抗多种病毒感染 高雄医学大学和生技团队 研究这些植物 经过萃取浓缩 未来有望发展成抗病毒药物 也建议居家隔离者 平常就可以喝莲子汤养生 从这样子的一个 长年收集的药库当中 可以去找出 更多可以对抗病毒的一个 好的有效药物 就是要把这些有效成分萃取出来 来抑制我们身体的 在病毒身体里面的复制 中医师也指出这些材料非常便宜 几十元就能买到 而且容易取得 一般中药行都会卖 但性质偏寒 想要买来养生 建议用量一次五公克 不要太多 使用前还是先给医生评估 一定要先给中医师先看过 看看你的体质 适不适合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抗病毒的药 它的本质都是非常苦 非常凉的 所以你没有试去吃这些 吃太多 会让你的体质变得非常的虚 疫情来势汹汹 确诊人数每天飙升 尽管还没有药物 能完全对抗病毒 但随着研究结果陆续出炉 也让民众多一种选择 记者陈鱼陈鱼 高雄产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